严亚伦是放在心中亲爱的怪物,近日率领着羊群走上台北细腻区街头,用音乐和歌声诉求拒绝被绑架了思想,拒绝活在虚拟殿堂,只想豁出醉这模样,同时希望大家不要忘记初心。 遗忘了最真实的自己,又为自己的心注入勇气和希望,找回隐藏在心中的原始梦想。 系上一张EP最想去的地方之后,严亚伦把自己这两年来对自己的反省,以及对盲络现象的观察,以Waren的概念,化为音符。 即将在9月28月发行,亲爱的怪物EP,严亚伦认为,社群媒体当道,媒体虽然越来越多样化,但并没有发展出更多元的思考,反而本末导致,大家的思考模式都越来越像。 年轻人模仿网红,一窝蜂被网络带风向,变成童话的世界。 为什么会选择用羊来形容这个生态? 因为世界上第一只复制动物就是羊,而羊也是一种群体动物,会跟随着群体做一样的事。 每个人都是独特的,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独立思考的小怪物,希望大家不要当随波主流的副制羊,要把心中的小怪物释放出来,好好党丹的羊群,十分引人注目。 严亚伦背着吉他,与乐手弹唱起新歌《亲爱的怪物》,抒情摇滚的节奏,令严肃的一体音儿增添了柔软的气氛,也让严亚伦想要表达的意念,能够透过音乐更轻易地传送到大家的心里。 原来严亚伦一直很喜欢音师摇滚曲风,也很欣赏Codeplay酷玩乐团的音乐,从他们的音乐当中得到很多疗语。 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走唱,这样的表现方式,让严亚伦觉得很自在,很轻松,他笑说,走唱是一种氛围,Codeplay的MV也用过这样的方式呈现。 所以我把他加在快闪活动里,感觉真的很好,同时他也希望自己的音乐可以像Codeplay一样,也带给听众疗语和正面的意义。 严亚伦坦言,有一段时间他曾经无法面对尽忠的自己,给了自己很重的包袱。 这次,《亲爱的怪物》一批,他特地要求封面,以羊头面具方式表现,完全看不到他的脸。 严亚伦表示,很多导演光是看我的脸就觉得我不会演戏,有些人可能因为我先前的言论而对我有预设的立场,所以我想把自己的脸整起来,也许有些人反而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,点开我的歌来听。 我相信只要把音乐的内容做好,就可以把我想要表达的概念传达出去,至于要怎么活出最真实的自己。 严亚伦表示,首先要照会出心,可能在社会化的磨练中,曾经有的梦想也随之沉睡了很久,于是整颗心变得空白,空虚。 但严亚伦认为,希望大家在散发自己独特光芒的同时,也要重拾心中的梦想。 梦想并不是那么遥不可及的,只要有心,就算是缓慢,逐步的前进,最终也可以达成。 就像他自己对吉他有兴趣,这几年来,都会在空荡的时候慢慢练习,相信持续的累积也会有所收获。 所以足致严亚伦会出重拳,将空白的心脏里注入热血,期许大家找回自己的初心,包自己空虚的心理加尽勇气与希望。 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,可以用自己最真实的面貌继续前行。 亲爱的怪物,EP将于9月28月正式发行,首播同名主打歌,已在数位平台上架,MV在华言官方平台,及各个视频媒体平台热播中,购买受批正把EP的消费者,有机会凭EP内付的抽选圈,参加限定怪物畅游吧。 接下来严亚伦也很快将在内地举办今年的第二场粉丝见面会,相信请关注严亚伦官方粉丝专页,华言国际官方社交平台,以及官方微博,来源,环球综合。 。 。